大家好,我是肖肖,我是中国人,我住在中国河南的一个村子里,前几天我看了一本书, 一本书,这本书是关于中国民间传统的丧葬习俗,那么什么是丧葬习俗呢? 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亲人朋友一般是儿子女儿,为他举办的一系列仪式和活动。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习俗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叫纸扎人。 嗯,你们知道什么叫纸扎人吗? 是用纸,用纸制作的人吗? 对了,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人死了之后,去往的地方叫阴间。 阴间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生活的地方叫人间,人死了之后不在人间,在阴间。 和死者一起放进坟墓的东西,叫陪葬品。 据说人死了之后,可以在阴间使用这些陪葬的物品。 嗯,那么你知道陪葬的物品包括什么东西吗? 会包括食物吗? 会,食物也是陪葬品的一部分。 陪葬品一开始是生活用品,比如碗,吃食物用的碗,但是从宋代开始,人们会把各种各样的材料制作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比如说纸人,比如说纸人,比如说纸马,纸马,比如说纸车,滴滴,滴滴,纸车,等等。 人们相信这些东西能够让死者在阴间过上一个非常舒适的生活。 嗯,非常舒适的生活。 人们用竹子和纸张制作成人的模样。 人的模样。 人们会在葬礼和纸族的时候使用他们来确保死去的人能够在阴间过上一个非常舒适的生活。 在你们国家,如果遇到亲人或者朋友逝世的话,你们会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回复。 谢谢。 再见。 你想看更多的视频吗? 那你快去我的网站叫www.lazychinese.com 在那里我做了更多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 在零基础的视频里,我会告诉你一个很简单很短的小故事。 然后我也会告诉你汉字的故事,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个汉字的故事。 在中低级的视频里,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可能是我吃东西的,可能是旅游的故事,可能是成语故事,可能是中国经典的故事。 对,我做了各种各样的视频。 好,然后呢,在中级的视频里,我做了很多我自己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个人的故事,可能你会喜欢我中级的视频。 然后在中高级的视频,我做了很多社会话题相关的故事。 好,如果你要和我上课,你也可以在我的网站找到booklessons, 然后我有一对一,然后也有小班课。 你可以看看你喜欢哪一种课,欢迎你和我来上课。 如果你不明白我的视频,在我的视频下面有免费的文本。 对,你点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英文的意思,还有拼音。 好,所以希望你赶快去我的网站看一下。 谢谢。